今年中午在福隆青少年活动中心有一场新春联谊活动 老人家们个个精心打扮扮向十分的讨喜 在舞台前跳舞表演 就是要打破老人家宅在家的刻板印象 要一起越动越健康 新北市社区工作者协会 常年驻地共聊地区运作关怀据点 观察老人家的需要提供许多贴心的服务 在25日中午于福隆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了新春联谊活动 活动中长者们在舞台上卖力舞动 要把练舞的成果展现出来 现场好热闹 今天是我们在共聊地区的关怀据点 所做的新春联谊活动 然后由我们每个老人 每个地方的老人的团体 团队 然后他们来做一些成果的分享 把他们这几年来所练习的 做一些呈现 然后他们都呈现得非常开心 刚刚看到很多的表演节目 都是我们在地的社区的阿公阿嬷 自己出来跳 包括衣服 舞衣什么都是大家自己设计 然后清楚下去缝制的 大家刚刚跳的都非常的有活力 共聊区长施育响也到场与大家同欢 更一同上台共舞十分卖力 区长表示 长者们身上的服饰和装扮 都是自己设计过后亲手做出来的 新北市政府努力推动动健康 要让老人家们在共餐前一起动健康 就能越活越健康 在动健康这一部分 我们把老人信念得非常的火泼 也让很多老人比较宅在家里的 他们都能够走出来 那我们也希望他们透过我们是我们给他们排定的一些舞台的一些呈现 让他们更有信心然后走出来他能够上舞台表演这样子 希望说在共餐之前也是新北市政府推的这个动健康的活动 那我阿嬷每天都可以出来跳一跳动健康 然后再开始共餐 那可以那一天的日子过得非常的有活力 可以看到每个老人家都有特殊的装扮 有人带着斗笠背着翅膀 还有男性长者带着娃娃头的头饰十分讨喜 协会努力推动社区服务安排长者活动 让老人们不再宅在家 愿意走出家门越活越有信心 记者李嘉文共聊采访报道